一箱考手, 一個念頭 都經過不斷的鑽研和磨練 肝油並重, 一絲不絞 化出美麗人生 我是一個美容導師 這裡有得代表香港出賽 感覺很震撼 始終是出國和代表香港 穿著那套有驅奇的制服 我覺得是一個很光榮的事 而且這個比賽人生只有一次機會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珍貴的經驗 當初我知道自己的成績 其實是可以入到大學的 那為什麼我不入大學 而選美容這個科 其實因為我當時看到 美容這個行業 都是有一個發展 我會希望我自己以後的職業 我學的東西可以應用在我工作上 可以學一個比較專門的學科 所以我當時就放棄了不讀大學 而來學美容 其實當時看到她的時候 我也有點驚訝 因為實際上她的成績也很好 其實可以選擇的進修途徑也非常多 我發覺這個小孩 他有很大的抱負和目標緊 他對自己想做什麼都非常清晰 他跟我說這個只是一個起步 其實將來很希望在美容行業裡 做一個很出色的訓練 後來我知道這個比賽 於是我立即就想起她 其實每一樣的技能都需要時間去斷練 特別在世界賽裡面 我們有十項那麼多 於是我們為求令到她的技術 可以盡快提升 我們找了不同的項目的專家 和在不同的地方進行培訓 務求令到她的技術 可以在更加短時間裡面 獲得提升和可以更加征戰 這個比賽是連續比賽四天的 在第一天裡面 其實我的表現不太好 因為一來緊張 二來不太熟悉比賽的場地 三來抽中我最不善長的項目之一 就是我的碎展式按摩和髮式指甲 出到你的成績 我自己知道其實不好 當晚我自己回到去 就拿回第2、3、4日項目的筆記 不停的咪書 希望可以在之後幾天 追回第一天的成績 幸運地 第二天開始熟悉比賽的場地 發覺自己慢慢慢慢 愈來愈享受這個比賽 當時知道還欠一分 就拿第3 其實很失望 立刻哭了出來 覺得自己在過程當中 可以做得更加好 也覺得有點對不起這件事 其實當時我看到你哭 我真的覺得很心痛 其實世界第四已經很難得了 放棄在你的心目中 其實已經滿分了 如果沒有這個比賽的話 我相信我自己的路會走得曲折了 但經歷了這個比賽之後 我令到自己更加有這個自信 所以我前後只是用了四年的時間 就可以達成我當初的目標 成為一個美容導師 再次見到你的時間 再次見到你的時間